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在網上買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 有關於美國總統選舉 特朗普團隊 在不同的州份 一直都是入品 要求法庭去判決 點票 有不同舞弊的情況 亦都要求調查 或者宣布選舉 暫時未有結果 在這個入品的過程裏 我發現到特朗普做了兩個動作 因為他現在仍是總統 他要任期滿 應該是到明年的一月 做了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 炒了國防部長 我稍後再詳細說 另外就是司法部長巴爾 發出這個備忘錄 授權聯邦檢察官 在各州認證選舉結果之前 可以調查有關選舉違規的重大指控 這個做法引起美國的輿論很大的反應 因為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的團隊 和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即是內閣和競選團隊 應該是在美國的體制裏面 很清楚是要截然分開的 所以一般的做法就是 司法部是 部長很大權的 不會在這個選舉結果認證之前 是高調展開刑事調查 因為司法部長是特朗普 政府內閣的一部份 他不是特朗普競選團隊的一部份 這點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特朗普競選的過程裏面 譬如這個國務卿龐佩奧 他在海外 四周圍去 都曾經試過一次 高調在海外做過片去支持特朗普 已經引來美國的很多非議 現在巴爾這個做法也引起司法界很大的反響 包括了負責監督舞弊調查的檢察官 馬上辭職提出抗議 巴爾在備忘錄裏面說 鑑於投票結束 他授權聯邦檢察官 在他管轄區認證選舉結果之前 可以就有關於投票 和計票 即是統計選票 違規的重大指控進行調查 他說 似是而非 推測性質 不符合事實 或者牽強的主張 不應該成為發起聯邦調查的基礎 大家知道這個不是州做的 是一個聯邦 用聯邦檢察官來做的 有幾個問題是很值得討論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明白 選舉 大家以為會有一個 全國的所謂選舉委員會去負責 做一個確定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 那個選舉是每個州去負責的 那個調查應該是每個州去做的 聯邦政府 不應該介入州選舉的事務裏面 即使是司法的訴訟也好 首先要在州的法院裏面進行 然後下一步還有不同的爭拗 看看是否值得上聯邦法院那裏咬 這個是美國選舉在我們的理解 很不同的地方 現在就用聯邦檢察官去做這件事 很多美國司法界的人說 這樣做法是違反整個過往的體制 政府的官員不應該介入選舉的事務 尤其是未確定選舉結果之前 於是一個小時後 司法部下的負責監督選舉舞弊調查的檢察官 皮爾格就隨即宣布辭職 他在內部電郵裏面是這樣說的 他說了解新政策和後果之後 我有遺憾 我必須辭去選舉罪行部門主官一職 這個做法其實是引起很大的爭議 因為司法部的行政策規定禁止聯邦檢察官在州份 確認選舉結束之前 以盤問證人等明顯方式進行涉及選舉刑事調查 因為這樣 是等於干預選舉結果 是會影響州法官對選舉訴訟和選戰的裁決 司法部刑事部門的檢察官許可下 檢察員可以進行秘密調查 但巴爾的備忘領是批准 批准 繞過這班檢察官直接向辦公室申請許可 會削弱這方法是避免執政黨施加政治干預防線 大家明不明白這個關係 即是像找一個黨去授權 用黨去調查有沒有選舉的舞弊 而黨是政府可以指揮和控制的 而這個權力本應是州去負責 現在變成是聯邦政府去負責 這是令到司法部的形象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巴爾授權有兩項指控 其中一項是內華達州有超過三千名居民 在州外的 不是內華達州的人去投票 不過這個案件已經 受到聯邦法官駁回 另一項是賓夕凡利亞州 一個郵政員工宣誓 指郵局官員策劃將郵寄選票接收日期推遲 即是本來是3日後 他變成是3日前 但當地郵局否認有關指控 就說這個員工多次受過紀律處分 其實是否有些報復成份呢 也有報道說巴爾其實在大選後幾天 私下向其他官員說過 任何爭議都交給競選團隊自行在法庭解決 他沒有看到大規模的舞弊 今次如果這個報道是真的 本來他一早打算競選團隊打這個官司 所有人都覺得應該 這個法庭有情罪一定要全離開 否則大家都不會服 但他亦覺得選舉沒有重大的舞弊 為何突然之間提出這件事呢 另一個就是我想說的就是有關於炒美國的國防部長這件事 突然之間做這個決定 亦引起很大的反響 特朗普就在Twitter那裡交代 很感謝原底的國防部長埃斯柏 多謝他的服務 然後宣佈委任國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 然後說會出任處理國防部長 稱讚他極受尊敬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 埃斯柏 有一個傳聞是這樣的 就是他很多次違反特朗普的指令 什麼指令呢 包括什麼呢 大家記得在今年6月的時候 在美國 有這個所謂 跪頸 跪死了一個黑人 佛羅伊德 引起很多的州份 極大的一個 騷亂甚至暴亂有搶掠的情況 埃斯柏 被特朗普要求 引用這個反叛亂法 他是國防部長 即是說現在這個暴亂 是等同叛亂 派兵去對付各地的黑人 黑人的命也是命 這個示威 大家記得 必須明白美國的制度是州主導的制度 聯邦政府 除非完全失控 很少介入州這類事務 本來是州自己做的 地方政府自己做的 警察做的 除非他叫救命 我搞不定 希望你找人進來 現在特朗普要求 埃斯柏的做法 就是無需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 派兵進去 平亂 埃斯柏公開反對 這不是一個秘密 是公開反對 他覺得 現在不是最後一招 他說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是最後一招 就是最後一招 他覺得現在不需要 因為現在未到那個階段 沒有派兵進去 當時特朗普已經對他很不滿 就打算炒他 也有個傳聞說 埃斯柏一直想辭職 不想引起很大的反響 在競選期間 就打算特朗普選完 無論是輸贏也好 他辭職信已經寫定 國防部系人都知道 然後才辭職 但是現在特朗普的做法就是 未等埃斯柏拿封辭職信出來之前 就已經炒了他 為何會這樣 大家都明白 為何會炒他 因為他覺得他不聽話 他親信覺得他沒有全程去投入 支持特朗普任何一個政策 包括阿富汗撤軍的政策 他也是不贊成 覺得現在的問題是未完 現在也有一個傳聞 傳出來第一個就是 埃斯柏的國防部長 說是陸續有賴 他對很多的 有關於紀律的部門 都有些不滿 國防部軍人 聯邦調查FBI的局長 張情報局CIA的局長 全部都是屬於高危一族 有機會被炒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尤其是支持特朗普一切政策的人 會怎麼看 當然大家會覺得同意 這個Black Lives Matter 這件事是由極左的反法西斯 那些組織去策劃 甚至說有中共參與 我聽到一個說法有中共參與 因為在網上聽到一些普通話的聲音 所以派兵平亂是理所當然的 埃斯柏反對特朗普這個做法 等於是 違抗命令 可能在香港有些支持特朗普 我叫做村粉或特粉 覺得很同意 也有些人說 根本埃斯柏不是全力支持特朗普 不是全力支持的主人是該炒的 請大家又聽一下 美國 住在美國的人的看法 我有不少讀者 我都覺得相當有趣 很多是美國人 是美國的香港人 他當然會聽廣東話 在我評論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好幾個影片他都有些回應 尤其是有些大家很大的反響 他有回應 他就這樣說 他說我住在美國四十幾年 也都在這樣的 暴亂的州份裡面生活 他說 炒了埃斯柏這件事 其實他覺得是奮奮不平的 原因是如果埃斯柏 答應特朗普 答應特朗普 派軍隊評論的話 在美國就會出現六四 另一個六四 因為軍隊進來 國民警衛軍進來 警察的維持治安 是完全不同的 軍隊進來 就可以去得很盡 他就說 好在埃斯柏是抗命 如果不是的話 第二六四就會出現 這就是住在美國的某些人的看法 當然有些人是不同意 我知道有些人覺得 早應該派兵平亂 搞成這樣 大家自己想想 搶的 是用警察 是用國民警衛軍 還是用軍隊 大家平情而論 你覺得人權 民主自由 人道精神都是很重要的 香港人自己去看這件事 另一個就是 我想說 有關於美國輿論 大家都覺得 美國有很多左膠媒體 很多輿論都是針對特朗普 昨天有一件事 大家都認為是違反體制的事 就是白宮的發言人 那位美女 金髮美女 特朗普很喜歡起用這些美女 有很多她的安全顧問 也有些美女在裡面 白宮的發言人 麥肯納尼 就在一個記者會那裡 質疑選舉舞弊 質疑選舉舞弊 其中一個直播的電視台就是Fox News Fox News大家知道 是這個特朗普的御用電視台 我看過那個影片 大概說了兩三分鐘 說什麼呢 她說共和黨人想每一張合法的選票都要點算 Legal vote Illegal的不選 每一張非法選票都要調戲 但沒有提到任何證據去指控選舉舞弊 又說請求傳媒驗證未經證實的言論 麥肯納尼說自己是用私人身份向傳媒發言 這個她也知道有些避忌 因為我說違反體制的意思是什麼呢 例如巴爾 他是司法部長 他是特朗普政府成員 他是出政府糧 他不是出特朗普的糧 這位白宮發言人 是白宮發言人 不是特朗普的發言人 他也是出政府糧 其實嚴格地說 他公開的講話 因為他不是 如果他說我辭職 我離開特朗普的白宮發言人的崗位 我辭職我進去特朗普的選舉陣營 他就可以用私人的身份去發言 但他仍然是白宮發言人的話 他就輪盡了 這樣是不是有角色衝突 Fox News Fox News 很快 兩三分鐘就終止了他 那個言論 然後這位主播 卡姆托就說 他指控 他正是指控另一方 這個詐騙和非法投票 除非他有更多細節支持這個說法 否則我就不能夠向你展示 作出這個爆炸性的指控 好了 我看完這個 即是連Fox News 都停了 終止了那個直播 我有兩種看法 一種我是一個新聞工作者 一種我是一個時事評論員 新聞工作者的看法就是 大家都有留意到我 上次 講美國的主流傳媒 CBS ABC 和NBC 在星期四 上個星期四 終止特朗普出來說話的直播 正是有一個左媒CNN 和一個右媒Fox News 全程直播 我的態度很清楚 我是反對這種做法 反對終止直播 這個做法 我就說 特朗普 是一個現任總統 無論你說的話 你認為他很荒謬絕倫 他那些是假新聞 有煽動性 什麼都好 後果很嚴重 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 你終止直播 這個言論是不會被阻止傳播出去的 他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是無法完全終止的 第一件事必須明白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是有新聞價值的東西 你就讓他講 他講完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 評論回應 Fact check的方法去 駁斥他 去更正他 沒有問題 我作為一個新聞人 覺得有新聞價值的東西 是應該播出的 特朗普說的東西是有新聞價值的 他多荒謬也好 你認為他多錯也好 都是有新聞價值的 新聞價值 是新聞 登出來 或者播出來的一個最高的原則 你不可以說 我不同意他的見解 我就按了他 這個和獨裁 獨裁的統治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一位 金法的白宮發言人 一樣 我自己覺得一樣 我覺得無謂腰斬他的直播 沒有意義 因為他直播我看到YouTube全程齊了 想看他的人 看完 是吧 你便給他 事後去做評論 這個就是我 從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角度去看這個 我反對腰斬直播 這個做法 我說有新聞價值的東西 記住 不是所有的直播都要做 有新聞價值的東西 有什麼叫做有新聞價值呢 很主觀的 在你做了這行 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有個判斷 當然這個判斷可以是錯的 這個就是大家有些約定續舍 什麼叫做有新聞價值 譬如特朗普說話有新聞價值 這位白宮發言人 不過說用私人新聞發言 我認為都有新聞價值 你看到他的團隊 一些動向是怎樣 不過呢 我自己看 在美國這個選舉的爭拗裏面 Fox News的取態 我作為一個評論人 我覺得 似乎 這個 梅鐸底下 大家可能 不是很想聽的 梅鐸底下 這些保守 一直支持特朗普的 這一類的新聞機構 已經開始轉態 已經開始轉大態 我覺得 當然你說 不是 仍然繼續訪問 譬如朱利亞尼等等 所謂轉大態 不是說 180度 回頭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你見到 開始大轉彎 上次 他們沒有終止特朗普的直播 不過 Fox News的評論 就說他沒有一個基礎 No hard evidence to support 沒有一個很堅實的證據去支持特朗普的指控 連特朗普出來說話 他也是這樣 雖然他有全程直播 他也是有這個評論 這個評論 不只是主播 你說那裡有些左膠主播 不是 在現場白宮的記者和主播 大家互相去chit chat的時候 這個結論是很清楚 很快就做了這個結論 這位白宮發言人 用私人身份去發言 終止他的直播進一步 即是說 霍士電視台 其實 在今次總統選舉中 已經開始轉變他的態度 和梅鐸屬下的新聞機構 包括New York Post 即是爆亨特拜登的 New York Post 是一個小報 雖然銷量很高 小報也是銷量很高 大家知道 和華爾街日報 都是梅鐸底下的 開始也有些轉變 Fox News也是最明顯的 我想說明 他們都是看著形勢的變化去做 這一點是我想和大家說的問題 當然 訴訟還繼續緊 沒有辦法 很多人說 翻盤 已經翻盤 很多州都在翻盤 特朗普是贏了 為什麼你不說這些 對不起 樹小弟愚昧 或者我沒有找到一些很確實的證據 我剛才說的 全部都是有確實的證據 包括Fox News 包括巴爾 包括炒國防部長等等 全部都是播出的新聞 我會以這個態度去評論 美國總統的選舉 各位聽眾 希望大家明白 我是這個取態 不會有 過分的 對我的不切實際的期望 這件事很重要 談到這裡 我們繼續支持 這個 我本書 頭條本色 和我的Patreon 和我的 subject口快的channel CLASS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我在這裡正式宣佈 10月1日開始 就推出我的年費計劃 和往常一樣 你知道給最低限度 5元美金 一次過收一年錢 就可以享受我12個月的服務 包括可以看到聽到 我的評論 雀仔相 和報紙發佈的文章 這個年費計劃是有折扣的 大概就是九二折 即是說你給11個月的錢 就可以拿到12個月的服務 為了多謝大家支持我這個年費計劃 我答應過送一些紀念品給你們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最近出的 買得不錯的一本書 定價是108元 無論你住在香港或者海外 我都會免費送給你們 當然是郵寄 在海外的朋友 郵費都幾厲害 大概70到80元 用空郵的話 為了減輕我負擔 我就建議你們可以 每個月增加一元 可以令到我的支出沒那麼大 當然這個不是強制性的 你需要如常維持 五元美金 我都可以繼續用空郵寄給你們 你知道通過這個電郵 將你的名字和地址給我 我就會根據這個名字和地址寄給你們 我送給大家這本書 當然是一本簽名本 有我的簽名在這裡 如果你問 可不可以寫你們的名字 當然可以 你希望的 你要求的 我都會做得到 這個送書計劃 優惠期有限 至今年的年底 2020年的12月31日 可能有朋友會問 可不可以有月費九月年費 當然可以 打開你的Patreon的網頁 然後在右上角 那個profile picture 那位那裡 打開這個整理 你的會員的資料 就是manage membership那裡 就會一步一步告訴你 如何有這個月費九月年費的 我在這裡看一看大家 由於Patreon改變了他的收費模式 所以我建議你們 就可以在月初開始訂我這個計劃 舉個例 譬如是月費的訂戶 你在1號訂了之後 他就會馬上收你錢 到下一個月1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但如果你10號才開始訂的話 他在10號收了第一次錢之後 到下一個月1號就會收第二次錢 如果你是1號訂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1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如果你是10號訂 他10號收到第一次錢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1號 就收第二次錢 其實是 說了10日給他的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踴躍一點參加我這個年費計劃 可以有送書給你們 可以有折扣 可以繼續看我的評論 看我的照片和我的文章 多謝大家